向408次列车罹难国人行三鞠躬礼,一鞠躬 十五号下午,他有个408次事故罹难者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举办联合公计 总统蔡英文深深拥抱罹难者家属 现场由家属气不成声,场面哀戚 蔡英文率领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林佳龙到场献花致意 林佳龙一意慰问家属在公计会场待到最后一刻才离去 不过却必谈请辞获准 行政院15号证实林佳龙此意坚定 苏贞昌已批准林佳龙辞呈,将在4月20日生效 林部长跟院长讲,他希望是4月20日辞职生效 院长跟总统都能理解林佳龙部长的决心 所以院长在昨天,在跟总统报告之后 林佳龙透过幕僚回应在卸任前将继续收尾工作 确保抢同路段安全验证,照顾罹难者家属和受伤旅客 并建立台铁改革筹备小猪等 林佳龙承诺为台铁司机员原存修及助理司机蒋佩峰 争取国家最高等级抚恤 选序部审查后也一致认定两人的死亡原因符合法定最高等级之抚恤标准 内政部长徐国勇已核定两人将陆寺终列池 针对本事件的受害者,如果他要提刑事的告诉 民事的损害赔偿,乃至于国赔的事件 后续还有其他的必要的时候 法副会这边都可以免以资历的审查 泰鲁改革号受害者来自全国各地 法律辅助基金会宣布成立 泰鲁改革号出轨事故被害人辅助专案 被害民众及家属无需审查资历 即可获得法律辅助处理民事刑事诉讼 云市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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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